我和沈淮旭是商业联姻 婚后分居两屋,互不干涉 但她的狗每天都叼一件她的东西给我 第一天是枕头,第二天是衬衫 第四天,沈淮旭站在门口,一脸无奈 房间被搬空了,收留我一下 我和沈淮旭结婚是个纯粹的意外 前一天刚去雍和宫求了姻缘 第二天,家里的生意就出了点问题 我被抓去联姻 从许愿到领证,没超过24小时 只是这愿望实现得有点偏差 我跟沈淮旭的感情一般 结婚两个月,我们还在分房睡 每天说的话,甚至不如跟狗多 想到这里,我在雍和宫的许愿视频下评论 希望我跟沈淮旭的关系能有一些进展 发完这句,我突然想到了上次的教训 急忙补上一句 如果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的话,就不用了 别硬凑 我来回检查了好几次 确定没有遗漏才敢点下发送 这次的愿望应该没什么漏洞吧 接到沈淮旭要出差的消息时 我刚拍完一部戏进入假期 就剩狗子在家陪我了 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我拍拍他的狗头,叹了口气 你爸这刚结婚就出差,家里就剩咱俩相依为命咯 狗子歪了歪脑袋,似乎在努力理解我的意思 过了几分钟,他转身跑进房间 将沈淮旭的枕头叼给了我 我不接,他就叼着枕头硬是往我怀里拱 我将枕头放回沈淮旭的房间 他就又叼到我房间,还放在了我的床上 拉扯了几个回合后,我放弃了 行吧,就放这里 下次不许再叼东西过来了 不然你爸会以为我是变态 狗子眨巴眨巴眼睛,也不知听懂了没有 许是他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从那天起,狗子每天都会叼一件沈淮旭的东西给我 第一天是枕头 第二天是衬衫 第三天是睡衣 第四天,沈淮旭回来了 他看着只剩家具的房间,沉默震耳欲聋 好伴上,他开口道,家里进贼了 我急忙解释 不是,是狗子太想你了 又不敢独自睡觉 就把你的东西全叼我房间里去了 怕他不信,我拽着他去看 看着自己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放在我房间里 沈淮旭好像更加确信我是变态 因为他对我说,刚结婚就出差 的确是不妥 前些日子,分房是怕打扰你休息 现在我回来了,不如我们就住到一起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要 现在同意跟他住到一起 岂不是坐实了,我偷偷搬他东西到我房间的事实 我才不会背这种锅 沈淮旭抿了抿唇,没说话 我找播,我晚上要看剧本呢,怕影响到你休息 还是先各自住在自己的房间吧 你说呢? 毕竟我跟沈淮旭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现在还不熟啊 沈淮旭点点头,那好吧 他搬东西的时候,狗子一直跟着他 时不时还回头看我一眼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一人一狗不太高兴的样子 趁着沈淮旭出门上班 我教育狗子,以后别随便叼你爸的东西过来 多让人误会 狗子撇开脸不看我 我拍了拍他的狗头,让他看我 我知道你是想为家庭和谐做出贡献 但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我们慢慢培养感情 而不是直接让我们同居,懂了吗? 他这次更过分 直接扭过身子,将屁股对着我 摆明不想听我教训 我也不在意 最后丢下一句威胁 你要是再叼东西来 我给你饭盆掀翻咯 事实证明 狗子身上全是反骨 我待在书房背了一下五台词 在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又把沈淮旭的东西叼过来了 这次是沈淮旭全部的睡衣 全部 更要命的是 我还没来得及将东西送回去 沈淮旭就发现了 他裹着浴巾,将门打开一条缝 我的睡衣是在你房间吗? 我目视前方,不敢朝他的方向看 好像是吧,我下午看到狗子又叼过去了 像是为了反驳我,狗子汪汪叫了两声 然后我就听见沈淮旭小声安抚他 没事没事,爸知道你不爱干这事 我瞪大眼睛 什么意思? 不是狗子干的 难道是我干的吗? 果然,慈父多败狗 我刚想解释 他又对我道 那你可以帮我拿一套过来吗? 到嘴边的话 就这么硬生生咽了下去 我走到房间 将床上的睡衣卷成一团 快速塞进沈淮旭怀里 还给你 沈淮旭穿好出来 就见我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教育狗子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感情要慢慢培养 你再这样 迟早让你爸给你换个新妈 若是可以 我毫不怀疑 他会直接把沈淮旭送到我房间里 我正说着 沈淮旭突然出声 我的衣服可以还放在你的房间吗? 不然搬来搬去很麻烦 不行 我咬牙切齿地解释 真的不是我 咱们俩现在可是合法夫妻 我要是针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直接扑倒不就好了 干嘛要做这种事情? 被当成变态 难道是什么好事吗? 听到这话 沈淮旭耳根有些发红 他小声道 我也觉得 晚上闲着无聊 我开了直播 怕打扰到沈淮旭 我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直播的 我在剧本上做着笔记 时不时抬头看一眼直播弹幕 有粉丝在弹幕里聊天 气氛一直很轻松 直到狗子叼着沈淮旭的拖鞋跑了进来 弹幕静止了几秒 突然开始疯狂滚动 是我看错了吗? 男是拖鞋? 啊这 姐姐不是说自己单身吗? 就我一个人 好奇男方是谁吗? 盲猜于乔 于乔是我上一部戏的男主角 我们最近正在进行宣发工作 交流难免频繁了一些 我盯着弹幕看了几秒 犹豫着要不要官宣 我跟沈淮旭结婚有些仓促 婚礼也只请了关系特别好的亲友 所以两个多月了 一直都没有我们结婚的消息传出去 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官宣 我正纠结着 经纪人方杰打来了电话 我顺势关掉了直播 电话刚刚接通 他就问我要不要官宣 我刚要回答 他紧接着又道 还是先不要了 宣传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个时候官宣得不偿失 先冷处理吧 过段时间再说官宣的事情 我应了一声 发现这件事已经上了热搜 文娱榜热搜前三全是我 实时动态里炒成一片 他是在立单身人设吗? 不恶心啊 楼上别太神经 他又不是爱豆 凭啥不能谈恋爱结婚啊? 支持 他可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说过自己是单身 不是吧 我刚刻上他跟于乔啊 所以到底是同居还是隐婚 这对我很重要 正刷着微博 沈淮旭进来了 身后还跟着狗子 搭拉着脑袋 像是已经被沈淮旭训过了 沈淮旭看了一眼屏幕 开口道 我刚刚已经教训过他了 接下来的事情 我都可以配合 狗子摇着尾巴走到我面前 一副讨好的样子 我摸了摸他的狗头 冲沈淮旭笑了笑 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用放在心上 结婚的事情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瞒着粉丝 之所以迟迟不官宣 是因为我跟沈淮旭之间一直没什么进展 万一哪天他后悔联姻 那我还得再因为离婚的事情上一次热搜 沈淮旭试探着问我 所以要官宣吗 我没问题的 我的心思都放在撸狗上 顺口答道 先不用了 过段时间再说吧 沈淮旭沉默了许久 最终只嘀嘀嘀哦了一声 沈淮旭好像误会了 他觉得我不想官宣 具体表现就是他时不时会问我 有没有官宣的打算 在得知没有后 会摸着狗子的头 唉声叹气 我没了办法 只好给了他一个准确的期限 并且再三保证等宣传结束之后 一定会给他一个名分 沈淮旭总算放过了狗子的头 但我知道他并没有完全相信 因为我在用他电脑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他的搜索记录 老婆没跟别人说我们结婚的事情 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老婆不喜欢我应该怎么办 勾引老婆的一百种方法 如何让他心动 我看得满脸黑线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我们明明是结婚的时候才认识的 他这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暗恋我很久了呢 我想要找沈淮旭问个清楚 但转念一想 就沈淮旭那个死鸭子嘴硬的性子 我就算问 也问不出什么 倒不如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看看沈淮旭究竟要做什么 事实证明 我的决定简直称得上明智 当天晚上 沈淮旭就开始实践 他洗澡的时候 一会儿让我递个毛巾 一会儿又让我送个睡衣 每次还都很心机地 将门缝开大一点 没记错的话 这是心动一百招里的第一招 我偏偏没按他预想得来 每次送的时候 都故意扭头看别处 只悄悄用余光瞄两眼 在意识到这样什么都看不到之后 我开始将他要的东西塞进一个袋子里 让狗子去送 就这样干了一次 沈淮旭便果断放弃了第一招 感受到沈淮旭忧怨的目光 我拿起手机 随手搜了一条视频开始看 怕我的暗示不够明显 还特地开了外放 男生什么行为 会获得女生的喜欢 见面前杀手冷漠脸 等他叫你时侧过头去 冲他微微一笑 经常夸他 他做什么都要夸 我捧着手机 悄悄抬眼观察着沈淮旭的反应 他听得很认真 甚至还拿起手机开始打字 见他上道 我调小了音量 还是偷偷刷帅哥视频 就在我入迷的时候 沈淮旭的手机忽然传出了声音 这么做 夫妻感情急速升温 我抬头 看到沈淮旭手忙脚乱地退出视频软件 因为紧张 耳根甚至有些发红 见我一直盯着他 他解释道 手机最近有点毛病 总是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 我点点头 没戳穿他 我刷会视频 将手机放在沙发上 起身去洗漱 在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沈淮旭坐在我的手机旁边 嘴里不住地念叨着什么 他声音小 我实在听不清 也就没放在心上 结果躺在床上后 各类软件开始给我疯狂推送 有利于夫妻感情和谐的方法 我一秒都没有停留 全部点了不感兴趣 就在这时 一条拥和宫的许愿视频 吸引了我的注意 评论里全在讲述自己的许愿经历 我没忍住 评论了一句 真的是有点神奇 我前一天才求了姻缘 结果后一天 家里生意就出了问题 让我去联姻 这条评论刚发出去 就被顶到了热评 回复数量直接飙升 天赐的姻缘 姐妹一定要把握好啊 我男朋友也是我许愿许来的 听说感情越好 运气也会变好 我打算仔细观察一下 回楼上 亲身体验是真的 我起初没当一回事 可连续刷了几条类似的视频后 我决定了 从明天起 我就要开始跟沈淮旭培养感情 我连夜搜集了许多 增进夫妻感情的办法 但还没来得及进行实践 方姐就找上门了 她先是问我 你们家沈总对官宣的事 情势什么态度 我瞄了眼书房的方向 压低了声音 沈淮旭问我要不要官宣来着 我说过段时间 她好像有点不太开心 方姐突然陷入了沉默 我等了许久都没等到她开口 正打算挂断电话的时候 她开口了 如果我说 我这边接到了一个夫妻综艺的邀约 你有把握能让沈总跟你一起上吗 我果断道 没有 她平时连采访都很少接受 现在突然要她跟我一起上综艺 我是真的没有把握 方姐有些可惜地叹了口气 好吧 官月那边已经答应了 你没把握的话 我就只能放弃了 我有些动摇 官月是我的竞争对手 我们俩经常会在各个方面被比较 方姐紧接着又补上一句 再说 这也是你们培养感情的好时机 要不你试着问问 对呀 综艺的确是培养感情的绝佳机会 演着演着 说不定就弄假成真了呢 我咬了咬牙 我去找她问问看吧 方姐的声音立即染上几分喜色 好 我等你好消息 挂断电话 我练习了好几遍说辞 确定没问题了 才起身朝沈淮旭的书房走去 沈淮旭正在工作 我犹豫了半天 还是敲了敲门 沈淮旭抬眼看我 怎么了 我朝她走进了几步 方姐刚刚说她给我们接了档综艺 让我来问问你的意见 沈淮旭没说话 我顿时心凉了大半 这摆明了不同意呀 但想到这是个培养感情的好机会 我决定再挣扎一下 也就几期 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的 要是上综艺的话 别人就会知道我们的关系 沈淮旭顿了顿 继续道 但你不是说 现在不是官宣的好时机吗 果然 她还是介意这个 我思索片刻 都打算用一些小手段了 沈淮旭突然开口 于乔也会去 我点点头 就去一期 露个脸 于乔就是我上一部戏的男主角 而且由于我们搭档了好几次 所以隔三差五 就会传我们俩恋爱了 节目组认为 我跟于乔同时出现 一定会很有热度 才会让于乔 以临时观察员的身份 来参加一期综艺 沈淮旭答应下来 好 我跟你一起去 我极力压制着上翘的嘴角 那我去跟方姐说一声 方姐担心 我跟沈淮旭上综艺 会暴露我们不熟的事实 连夜跟我一起商量 综艺人设和剧本 好不容易挂断电话 我去了衣帽间 想着准备一下 综艺要穿的衣服 结果发现 沈淮旭在里面 我就站在门口 看了几分钟 她已经换了三套衣服 一边照镜子 嘴里还一边念叨 不行 这件有点显老 肯定会被她比下去 这件好像还行 我记得 晚晚有一件类似的 我们可以穿情侣装 先这样吧 明天再找个造型团队设计一下 必须得把它比下去 她身边放了一堆衣服 看上去已经试了很久了 我刚想出生 沈淮旭就从镜子里面看到了我 耳朵一下就红了 她预概迷章的解释 我明天要开会 来挑一下衣服 说这话的时候 她甚至都不敢看我 有点可爱 我配合她表演 嗯 开会的确是要隆重一点 说着 我走到柜子前面 开始挑衣服 我透过镜子看她 沈淮旭也在整理堆着的衣服 好像很忙的样子 时不时还偷偷瞄我一眼 我忍着笑意 从衣柜里挑出一件衣服递给她 上综艺的时候就穿这一件吧 我觉得特别好看 沈淮旭看了一眼 正惊到 嗯 我也挑中了这件 我笑了笑 一有所指道 那现在可以去睡觉了 明天还要早起去开会 沈淮旭有些尴尬的清了清嗓子 哦 出发去拍摄地那天 我们都一夜没睡 我在焦虑该如何表现出 跟沈淮旭感情很好的样子 而沈淮旭在焦虑 明天如何碾压一众男嘉宾 我抱着手机 搜索NF7特征的时候 抽空看了一眼 还在挑衣服的沈淮旭 挑三天了 还是她比较焦虑一点 想了想 我问她 我跟你说的都还记得吧 总之就是让大家觉得 我们感情很好就行了 再多的 我们也做不到了 沈淮旭自信满满 放心吧 肯定没问题 听到这句话 我眼皮突然跳了跳 我和沈淮旭 是最后一个到拍摄现场的 在车上的时候 我打开了直播软件 看着滚动的弹幕 除了在欢迎 已经到达的嘉宾之外 大家讨论最多的 就是我那神秘的老公 拜托 我姐夫一定要比喻乔帅 不然我真的会心梗 官宣的时候 连张照片都没有 我真的很难放心 也不要求有多帅 起码别输给观月啊 怎么还不来 我等不及了 看着这些弹幕 我扭头看了一眼沈淮旭 应该不会输的吧 她挑了好几天 衣服不说 连上镜的最佳角度都找好了 真的很努力 车子稳稳地停在拍摄现场 我深呼吸了下 握着沈淮旭的手下车 因为是直播综艺 现场特地准备了几块大屏 用来展示弹幕 我飞快瞄了一眼 松了口气 目前来看 大家对沈淮旭 应该还是满意的 观月上下打量了一番沈淮旭 突然走过来 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咱们俩真是有缘分 连结婚的日子都接近 我扯了扯唇角 可不是有缘分吗 就是因为看到她结婚的消息 方姐和我妈轮番上镇催婚 我受不住他们俩一起上镇 去寺庙的时候 顺便求了姻缘 结果还真把沈淮旭给求来了 我跟观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导演过来宣布 综艺第一期的内容 第一项是默契挑战 就是夫妻二人分别挑选一套情侣装 默契程度最高的 可以得到一笔约会经费 而最后一名 则需要度过免费约会的一天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沈淮旭 陪着她挑了好几天衣服 我自然知道她的偏好 但我有点担心 她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款式的 没有约会经费的话 但凭着沈淮旭的商业头脑 我们应该不会饿死吧 我快速挑了一套衣服 出了屋子 发现沈淮旭已经在等着了 她手里没拿东西 应该是已经交给导演组了 面对镜头 我也不好直接问 只好委婉地试探 沈淮旭 你喜欢我挑的这套吗 沈淮旭神色不变 喜欢 我的心放下了些 等到展示阶段 看着沈淮旭挑的情侣装 我有些惊讶 她挑的跟我一模一样 观众们对此也表示很震惊 妈呀 真一模一样啊 这也太默契了 我咋觉得是剧本呢 就算是夫妻也会有眼光不一样的时候啊 但我觉得下晚的惊讶不像是演的呀 估计她也没想到能这么默契吧 我暂时对这个姐夫很满意 没拖我家晚晚后腿 已经预料到其他夫妻输得有多惨烈了 说话间 其他夫妻也从房间里出来 挑选的情侣装款式都很接近 没有最后一名 因此 我跟沈淮旭拿了最多的约会金 另外两对夫妻则是平分了一份 趁着回屋换衣服的空隙 我问沈淮旭 你怎么知道我会选那种款式 不会真是方姐给了剧本吧 沈淮旭实话是说 我猜的 你帮我挑衣服的时候 选的颜色都差不多 而且你平时的私服 也有很多是这个牌子 说到这里 她笑了笑 没想到真的猜对了 我放下心来 不是剧本就好 不然回头被扒出来 我们俩得被唾沫星子淹死 我和沈淮旭拿着这笔钱 给留守在家的狗子 买了点小礼物 买完还剩下一点 我想起快速培养感情的方法 拉着沈淮旭一起去做了巧克力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 很快就学会了 并且越做越起劲 不能自拔 导致我跟沈淮旭回去的时候 手里抱着三盒巧克力 关月看的眼都直了 不是吧下晚 你们去进货了呀 以前不是说 这种行为最幼稚了吗 我心虚地一开眼 那会儿 关月谈了男朋友 时不时就会去 DIV一些东西 有时候是巧克力 有时候是手磨 做了还要拿来跟我炫耀 我当时酸的牙都快掉了 嘴硬着说 这种行为太幼稚了 谁知道都好几年过去了 她还能记得 沈淮旭看了看手里的盒子 很幼稚吗 我觉得挺好玩的呀 关月看了我一眼 故意又道 那下晚挺爱你的呀 以前嫌幼稚 现在能一次性做三盒都不嫌多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沈淮旭扭头看了我一眼 好像突然懂了什么 第二天的时候 关月提议我们一起去雍和公祈福 我一个机灵 刚想说不去 沈淮旭这个傻子 就先硬下了 他还说 你平时不是特别相信这些吗 我有查过 都说很灵验的 我呵呵两声 一看功课 就做得不到位 大家都决定要去 我也没办法 只好尽力提醒他们 许愿的时候 最好说得全一点 这样安全一点 我也不知道 他们听进去没有 反正 沈淮旭受伤了 下楼的时候 一脚踩空 崴到了脚 不严重 但是两三天之内 应该是走不了路 因为这个 晚上的约会活动 我们自然是没有参加 我留在别墅里照顾他 看着沈淮旭 一步一挪的样子 我实在没忍住 问他 你今天到底许的什么愿望啊 这比我许愿天降姻缘 还要快得多 沈淮旭神色有些不自然 也没许什么 就身体健康 裁员广进这些 我还没说话 弹幕已经先表示质疑 真的吗 我不信 肯定是许愿跟夏婉有关的啦 不然怎么可能不好意思说 我之前随口许愿说希望 在家躺着也能赚到钱 结果出来就被车撞了 得到一大笔 赔偿不说 还在家里躺了三个月 只能说 还是灵验的 只是实现愿望的方式不一样 那我真的开始好奇 沈总许的是什么愿望啊 说出来避个雷 我看了几眼弹幕 继续追问沈淮旭 不管我用什么办法 他就是不肯说 海美其名曰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坐在旁边 思索着到底应该用什么办法 才能将沈淮旭的愿望套出来 还没想出个结果 关月他们回来了 手里大包小包的提着饭菜 他一边解开袋子 一边跟沈淮旭介绍 这都是夏婉打电话 求我帮他买的 说你喜欢吃 我一眼神示意他 别说了 关月没理会我 继续道 则 爱情的力量就是伟大 夏婉都会求我了 添油加醋 要不得 我就是让他 帮我跟沈淮旭 带一点吃的回来啊 事实证明 沈淮旭真的很好骗 他信了 而且很感动 甚至嘟闹了一句 果然很灵 关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以口型说道 还是我靠谱吧 我好像知道 沈淮旭许的是什么愿望了 于乔是在第二天来到现场的 跟他一起到达的 还有狗子 是沈淮旭昨晚特地让人接过来的 我起初只是以为他想念狗子 结果发现他看向于乔的眼神充满敌意后 顿时明白过来 因为他表现得太明显 连观众都看出来了 笑死了 沈淮旭紧张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沈总的爱情保卫战正式打响 狗子是沈总搬来的救兵吗 节目组给于乔准备了欢迎仪式 从接到这个通知开始 沈淮旭就一直待在衣帽间里选衣服 还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地问我 你会觉得他比我好看吗 我已在门边 无奈道 不会 你比他帅很多 沈淮旭放心了 但很快 他又不爽了 因为下午的活动是要满足彼此一个愿望 而沈淮旭因为受了伤药 被迫留在别墅里休养 然后于乔自告奋勇 提出要跟我一起去 沈淮旭眼睛都快冒火了 我可以去 一旁的狗子像是助威似的 冲着于乔汪汪叫了两声 于乔瞄了一眼沈淮旭的脚 解释道 我只是担心 晚晚一个人出去会有危险 沈淮旭快要控制不住 冷笑出声了 我有设置组 有助理 有他安排的保镖 再不计 还有狗子 什么时候需要于乔保护了 想了想 我对沈淮旭道 要不我带着狗子去 沈淮旭看了一眼于乔 正要开口 我及时打断他 对于乔道 沈淮旭受伤了 你能帮我照顾他一下吗 沈淮旭没给他拒绝的机会 谢谢 弹幕激动起来 妈呀 修罗厂要来了吗 把这俩放在一起 我完解真够放心的 沈总还怪有礼貌的 没想到 狗子竟然是最后的赢家 又叮嘱了他们几句 我放心的出了门 狗子很高兴 尾巴摇个不停 我牵着他 去取了前几天定制好的情侣手链 沈淮旭最近疯狂迷恋各类情侣饰品 从情侣山到马克杯 都快把房间堆满了 我拿这个手链回去 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回去的时候 我抽空看了眼直播 沈淮旭一瘸一拐地走到厨房 准备要给我做晚餐 他准备食材的时候 还不忘对于乔道 晚晚之前说会做饭的男人 真的很加分 你会做吗 他这话多少带点刻意 因为圈内都知道 于乔是厨艺黑洞 而沈淮旭上综艺之前 特地全方面了解过于乔 他管这个叫知己知彼 于乔愣了一下 很老实道 不会 沈淮旭满意了 哦 那是应该学一学 弹幕满屏都是 哈哈哈哈 我的感觉没错的话 沈总这是在雄精 于乔半夜坐起来 不是 他有病吧 沈总是不是知道 下晚再看直播呀 第一次见有人做饭 还找角度的 沈总好心机 于乔看着沈淮旭 做了一会儿菜 没了耐心 沈总 满足对方一个愿望 你不会就打算做一顿饭吧 沈淮旭没空理会他 他继续道 沈总 我得提醒你 我是观察员 晚上要给你们打分的 沈淮旭守一顿 继而自信道 反正我们不会输的 沈淮旭真的说到做到 晚上到了打分环节 他又拿出一个扁盒子 我拿在手上晃了晃 没什么动静 而且轻飘飘的 打开一看 是一张呱呱乐 已经刮开了 沈淮旭眼里带着笑意 你那天许愿说希望呱呱乐 中奖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百张 这张是奖项最大的 的确很大 大到我不相信他只刮了一百张 但是我没给他打满分 扣掉的那零点五分 是因为他剥夺了我 自己动手的快乐 轮到我拿出礼物时 沈淮旭眼睛都亮了 带上手链 去每个人面前炫耀礼粉 别人夸漂亮 他说 对呀 我老婆的眼光真是太好了 别人说款式一般 他说 你这是赤裸裸的极度 我老婆的眼光就是最好的 甚至他还刻意在 于乔眼前晃了晃 哎呀 他真的很懂我 沈淮旭的喜欢 都快一出屏幕了 于乔没办法 给我打了满分 最后综合下来 我们这对夫妻拿了最高分 作为沈淮旭的好蛋 狗子还特地将装手链的盒子 钓到于乔面前 于乔无语的丑灵眼沈淮旭 第二天就回去组继续拍戏去了 看着沈淮旭得意的样子 我瞪了他一眼 压低声音道 别以为拿到最高分就没事了 你怎么知道我许的什么愿望 我中彩票的愿望 不是在雍和公许的 而是在那条视频的评论区 他又不知道我的账号 怎么看到的 沈淮旭心虚的瞥开眼 我看到过你在那条视频下面许愿 而且那条视频是我想办法推给你的 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沈淮旭一开始不肯说 最后还是我拿手链威胁他 他才开口 就是一直对着手机碎碎念 结果你真的刷到了 我 六 各种高科技手段我都想过了 就是没想到这么简单粗暴的办法 不仅如此 沈淮旭还交代了 那一条夫妻感情越好 运气就越好的留言 是他发的 我好气又好笑 故意扭过头不理他 沈淮旭扯扯我的衣袖 我不理 他继续扯 我瞪他 干什么 沈淮旭神色有些委屈 我伤口有点疼 摆明了是在卖惨 医生都说不严重了 这几天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然他下午也没办法去厨房做饭 但我没拆穿他 故意问他 那怎么办 去医院 沈淮旭在我唇上亲了一下 现在不疼了 他是懂止疼的 综艺的最后一期是真心化环节 不管网友问什么 都必须如实回答 导演组为了热度 甚至还动用了测谎仪 第一个问题是问关月的 请问月月 你是真的很讨厌下碗吗 但怎么感觉 你老在助攻他和沈总呀 关月斩钉截铁道 当然讨厌 话音刚落 测谎仪开始狂想 在我严余的目光下 关月的脸红了个彻底 也不是太讨厌了 就好朋友之间竞争的关系吧 助攻确实是的 因为沈总给我许诺好处了 沈淮旭事实倾壳出声 带着几分威胁的意味 第二个问题是问我的 晚晚是以前就在跟沈总谈恋爱吗 记得你说过 谈恋爱会告诉粉丝的 我瞄了眼测谎仪 只好实话实说 以前没再谈恋爱 我们是闪婚 测谎仪没想 我刚松了口气 下一个问题紧接着来了 这次是问沈淮旭的 沈总为什么会突然决定 跟夏娃闪婚啊 是一见钟情吗 沈淮旭偷瞄了我一眼 开始胡说八道 家族联姻 日久生情吧 他话都没说完 测谎仪又开始想 比关月那会儿想的还厉害 我看了看沈淮旭 又看了看测谎仪 拧起了眉 虽然我的确怀疑过 沈淮旭以前就认识我 但我们俩确实是家族联姻啊 而且他那会儿没表现出 半点喜欢我的样子 测谎仪还在想 弹幕滚动着 要沈淮旭说实话 沈淮旭闭了闭眼 一副豁出去的模样 大概就是 他去雍和宫许愿 想要添降好姻缘 然后 正好他们家的生意 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我就提出联姻了 算是我虚谋已久吧 我瞪大眼睛 你果然以前就认识我 我就说呢 我爸妈再困难 也不会直接抓我去联姻啊 原来是沈淮旭搞的鬼 沈淮旭耳根又红了 第一次见到你 你也是在许愿 弹幕开始嘲笑我 哈哈 果然去寺庙 是每个人到了年纪 都会觉醒的 下晚玄学少女实锤了 沈总 咱也不知道 他怎么就那么爱许愿 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 导演组顺势开启 最后一项烟花活动 我偷偷将沈淮旭扯到一边 继续盘问他 你还做了点什么 沈淮旭一脸无辜 没做什么呀 我冲他微笑 怕这样威胁不到他 我甚至打算动用刚刚的测谎仪 沈淮旭只得如实交代 大概就是让他帮了个忙 我和他同时看向一边的狗子 半赏 狗子竟然心虚地别过脸 我轻拍了下他的狗头 这个家没你迟早得散 他歪头卖萌 烟花活动还在继续 沈淮旭让关月帮他带回狗子 然后带着我溜了 我问他要做什么 他轻轻关上房门 实现我刚刚许的愿望 我他想要看待 On